我们再来看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关无常不关无我 不知缘起不知世丁 所以我们在这个无常无我这边 那么稍微讲多一点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他说佛法是缘起说 其实缘起就是核心 你活了一百年 你都不知道缘起是什么 不如你活一天 你知道缘起是什么 那么所以一缘起而生死流转 一缘起而涅槃翻面 那这里就在探讨一个问题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几 缘起叫做此故彼 有因有缘世间几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么烦恼是缘起的 生死是缘起的 轮回是缘起的 解脱是缘起的 那解脱的圣道跟圣道的圣果 是缘起的吗 好 我们来看 他说佛对子如实之 一般常常就如实之 如实见 缘起 那么缘起的必然是什么 无常的 无常的必然是无我的 那么缘起的也是无我的 无我的就是空的 那么有时候会讲 无常苦空无我 那么这里就是叫无常无我 那空就是无我 空其实就是无我 那么因为空三昧 其实就是 那么知无我 那么观一切无常 那么无我无我所 这个其实就是空三昧 那所以他说 这个如实之缘起 观察无常 苦空无我 而能得解脱的 这个是道地 这个是真正在修道 修道一定要连结到 无我跟缘起 那么怎么正无我 怎么见缘起 那么或者从无常 从苦 或者从我去观察 他无常苦 空无我 那么他说 这个是道地 圣道是否也因缘而有呢 好 因为生死是因缘而有 苦是因缘而有 轮回是因缘而有 那么圣道是否也因缘而有呢 好 他举了两部经 一部就是七车经 七车经很有名 那么一部是和义经 和义经底下还有一本不诗经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么七车经里面 它是举七个次第 那七个次第是彼此有关的 就好像缘起讲十二个 无明行事 无明原行行原事 乃至生缘老病死又被劳苦 那么这里就是一词鉴 而得不悔 那么一样 我们来看 他说 七车经讲 一戒静得心静 这个心就是定 一心静得渐静 这个渐后面就是慧 一戒定慧得解脱 这样相依而直到解脱 胜道显然也因缘而起 就是持有故 比有因戒的原因有定 因定的原因有慧 因慧的原因有解脱 简单讲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板 有七车经 借静得心静 心静得渐静 渐就是会 知见正确 见解正确 你不会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所以你看 那个正出果断三解 他断什么 生见 借静取 没有借静取 没有借静取 那个就是见解见确 没有见取跟借静取 那么对四弟再没有怀疑 那么所以 那么对于修行的道路不再有怀疑 非常的确定就是这么修 所以你看他就变成 见静就宜盖静 那么宜盖就是一切的疑惑 因为疑是五概之一 他让你不能成就 所以没有疑 没有疑就是什么 没有疑就是对四弟完全理解 四弟是什么 苦极灭当 生死的原因是什么 解脱的原因是什么 生死的真结在哪里 解脱的关键在哪里 你知道了 你不会再疑惑了 那么你确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我们说 其实生死的真结就是业 一业有轮回 业的真结就是什么 我见我爱 所以你看恶果 他就饱谈真吃 因为重点在这里 怎么样去除我见 怎么样去除我爱 他就不断的关注场了 而且他已经确定这条路了 就四弟了 见地了 那知道 知道生死怎么来 解脱怎么可能 生死怎么形成 就讲这个 所以 无名所赋 爱解所欣 长夜沦迴 不知苦之本尽 沦迴有苦吗 可是问题是 你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不知四弟 那么不知四弟 当然你不知缘起 你的见觉不正确 你要不非因即因 要不非果即果 要不法说非法 要不律说非律 全讲就是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你才不能得解脱 你才不能得解脱 所以一概进 一概进 你就确定了 道非道 知见清净 这个是道 这个是非道 这个是因 这个是非因 这个是法 这个是法 这个是非法 这个是律 这个是非律 你怎么样 知道了 这样的修行正确 这样的修行不正确 你知道了 可是我发现大部分 我们台湾的佛教主 大部分是道非道 不知道 这个是道 这个是非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大部分在这里 这比较麻烦 他不知道 无常是关键 他不知道缘起是核心 他不知道四弟是真理 他只知道念佛 拜餐 慈奏 诵经 布施 慈见 忍辱 这些他知道 但是这个不是修道的关键 他是要 但修道的关键不在这里 这些都是让你有力量的 但是 你要知道 就好像你训练脚 训练手 训练身体健康 但是 寿命延长 但是你不知道 怎么运用你的生命 那也没有用 外道有些很厉害 外道也不失 也持戒 也忍辱 也精进 也苦行 他可用功 但是能解脱吗 不能 能离苦吗 不能 他可虔诚 又专注又专注又虔诚 都一样 你看最近那个 回教徒不是 不是去那个 去那个朝圣吗 热死不知道多少人 你看 都一千多人的样子 还是几百人 你看 可虔诚 死而不回 久死不回 那这苦行外道 可精进 但是从佛法来讲 无意无力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非道 不知道 一般我们就说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累积的苦行 非涅槃因 那我发现到 我们多数的佛教徒 差不多跟外道 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就是 其实也不知道 佛法是什么 真的 你跟他问元启 你还不如 你还不如问他 极乐世界 有哪些东西 他还比较清楚 元启四弟 他是不知道的 就算知道 他也不是拿来修的 他不是拿来修的 他不知道 四弟是修行的 是修行的一个核心 其实元启是解脱的关键 他不知道 那么所以 你道非道 知见清净 那么就是 你知道 这个是正确不正确的 修行方法 那首先要断戒进去 然后要明白 正确的修行 非道就是戒进去 那么道就是四弟 要了解正确的修道的四弟 那么你就知道要什么呀 要断身见 要薄贪嗔痴 你就知道这些 那么之后要完成 修正完成 就是道姬断志 那么就解脱之见了 那么你已经得到解脱了 完整的了 这智慧 断烦恼的智慧 就道姬断志 就是剑 那么所以 那么剑当然就是 先要有正剑 那正剑是从正性中来 然后你心要专注 所以我们说 你知道无常无我 这个是正剑 但是你的心要专注 你那个剑才会稳固 那你太散乱了 你只是浮光略影 那个不深刻 就好像沙滩里面的水 太阳一晒就没有了 表层而已 那么它影响不了你 你对无常的观念不深刻 你就不可能知无我 不知无我 你不可能得解脱 那你对缘起的观念不深刻 你不可能知无我 不知无我 你就不能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好 因为缘起 因有缘世间急 烦恼也是缘起的 轮回也是缘起的 生命也是缘起的 那你不晓得 它是从哪里起 它因何而起 所以这个就是苦极灭道吗 那么你极就是因吗 那你要去除它那个因 苦因 所以道就是灭苦之道吗 就讲这个 好 那他先举七车经 因为导师这里的目的在说明 那圣道是缘起的吗 苦跟极 苦跟极是缘起的 灭跟道是缘起的吗 苦跟极是生死流转 灭跟道是解脱还灭 那么道是还灭解脱 涅槃的方法 那它也是缘起的吗 我们来看 何益经 何益经其实就是阿难有一天 这个是中阿罕里面的 阿难有一天在打坐 那么打坐的时候 他打坐的时候也在思维 那他思维 为什么要持戒呢 你看 阿难多吻第一 阿难是多吻第一 他怎么还问这种小孩子的问题呢 我们会这样想 他有一天在打坐 打坐完了 他就心里面在想 我们为什么要持戒 持戒有什么利益 持戒有什么意义 有益有利啊 持戒有什么功德 持戒有什么殊胜 这个叫做利 那为什么要持戒 义有益 所以佛法 佛陀说法 出终后善 有益有利 存依满尽 犯恨清白 这个是阿难经里面常说的吗 好 那么他打坐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呢 持戒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什么利益呢 如果我一开始看到 我会觉得 阿难啊 你多吻第一 你说你不懂佛法 你问这个为什么要持戒 还说得过去 那你现在问这个 你不觉得 这是小孩子吗 不是哦 我们误会了 因为他要问的是 这持戒 比如说这个法的 持戒是一个法而已 那么持戒的意义跟目的 在哪里 就好像修行的意义跟目的 在哪里 解脱的意义跟目的 在哪里 出家的意义跟目的 在哪里 但是比较 他并不是那个表面这样的问题 好 那佛陀 所以佛陀就跟他讲什么 他说阿难 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是持戒的意义跟目的 因为持戒可以导致解脱 那持戒就能得解脱吗 不是 不是持戒就可以得解脱 现在有很多专门中持戒的认为 持戒就清净 那么就能得解脱 持戒不是就清净 清净是没有烦恼叫清净 不是你不犯戒叫清净 不是 是内心中没有邪戒 没有烦恼 这个才叫清净 那你就算持戒 苦行外道也持戒 你单单持戒 戒是世间西坦 共世间的 你说非想非非想天的人 哪会犯戒 他也不犯戒 他八万大姐都持戒 你说他能得解脱吗 涉戒天的人也不犯戒 不要说涉戒天 你就刀利天的人都不犯戒 他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言不妄语 不两则不恶口不欺 他就是修十善法升天的 他根本就不会犯这个十二法 他在上面也没有杀生偷盗这些事 你说他持不持戒 他持戒 你说那他能得解脱吗 不能 那你说生到涉戒的 那程度更高 那么涉戒里面 他都在定 禅月为始 禅月为始 他在定中 他连烦恼有时候都不动 无涉戒连烦恼都不动 他哪里去 他连那个称心都没有 连那个贪爱心都没有 那他更不可能去造作恶业 但是不可能啊 那你说他能得解脱吗 不能啊 戒跟定都没有办法得解脱啊 但是解脱需要戒跟定 但不能只有戒跟定 就戒跟定可以帮助会 但戒在怎么清戒 不是真清戒 定在怎么不动 不是真不动 那涅槃才解脱才真极禁啊 定的极禁 那个还是在无产之中啊 戒的清戒 那个还在渣览中啊 因为什么 你有我戒 你就不清戒 你要了解这些道理啊 那有些人不晓得 以为我持戒 我就能解脱 我告诉你 解脱一定要戒 但单单持戒不能得解脱 苦行外道持的戒比你惊艳啊 给你惊艳啊 那么那些瑜伽外道 修的定比你高啊 都飞翔飞翔了 他还心还哪里动 但是他不是真不动啊 所以我们看 他这里讲到 因持戒 这个是佛陀说的 佛陀跟阿难讲的 那么因为持戒 那持戒的意义跟目的在哪里 持戒的意义跟目的 其实讲这个 因为持戒 便得不悔 就是从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来讲 因为持戒不悔 因为你心会不安 那如果说他也不会不安呢 那个叫做无惨无愧 那无惨无愧 那业就中了 那你知道因果 你就会有惭愧 你就会有惭愧 那么你就会后悔 那所以你知道 所以持戒 你没有照做这些 所以你心安理得 无有忧愧 无有羞愧 你不会 那么所以 你内心没有遗憾 那因为不悔 便得欢悦 心欢喜 就心欢喜 那么 那这里欢悦 便得喜 就是余悦 余悦 心 永悦 其实这个是 欢跟喜 那这个是不同层次的 不同层次而已 像喜跟乐 也不同的层次 好 那他说 因欢 因欢月便得喜 那么因喜便得止 止有时候翻诊清安 身心的喜乐 有时候有些翻诊清安 那么因止便得乐 那么这个是基本上都是定里面的 从欢乐喜 止乐 从欢 欢 喜 止乐 定 这个都是在定的层次 那么因乐便得定 就欢喜止乐定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身心在安定中 所有的殊胜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定 这个就是定 所以我们说的戒定位 只是他把这个定里面的变化 那么有五个层次 就欢喜止乐定 那么乐就是没有身心的苦 那身心止息 止是身心止息 乐就是离身心的苦 那么所以止 那喜 喜就是身心的欢喜 前面的欢喜 好 阿纳多文圣地子 因定便得见如实之 如真 就是如实之见 就前面汽车厅里面 那么剑禁 那么 道飞道之剑 那么这些 他把他 这个剑里面有剑 一概 道飞道之剑 道飞道之剑 道飞道之剑禁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如实之 如真 就是如实之如实见 世间就是什么 真理 真理是什么 缘起 无产无我 那所以 七车经里面的 这个 这个 跟合意经里面的 如果我们对照来看 我们看黑白也可以 那基本上 这个戒 后面就是定 那定包含 包含什么 那么 不悔欢喜 就是从戒是不悔 不悔之后定 不悔之后定 有欢喜 子乐定 那 七车经里面的 这个 剑 一概 道飞道 道飞之剑 这四个 二三四 这四个 基本上就是如实之 见 如实之如真 就是如实之如实见 那么由如实之如实见 那么后面有所谓的 愿 无欲 愿无欲其实就是 我们叫做愿离欲 灭尽 一般修行有所谓 一个叫做未患离 一个叫做愿离欲灭尽 那么未患离就是你有烦恼的时候 你思维烦恼的过患 而能远离烦恼 那么愿离欲灭尽就是这里讲的 那么你愿离这个五欲 因为你知道五欲有过患 所以你愿离这个五欲 就是不懒着这个五欲 因为你一旦懒着五欲 你就是懒着生死 你就是懒着痛苦 所以它就是你的苦因 所以你了解明白 你就会怎么样 你要离苦 你就必得离五欲 所以你就会得愿 愿就是愿离五欲 那么从愿离五欲的背后 其实就是愿离生死 愿离轮违 愿离苦 那么因为你愿离轮违 所以你必得愿离苦因 就好像这个人让你痛苦 那么你是不喜欢这种痛苦 可是这个人会让你痛苦 所以这个人是你的苦因 你必得要愿离这个人 你不再去 这个东西很好吃 但是你吃了就拉肚子 拉肚子你就会痛苦 你不想痛苦你就不要吃 类似像这样 所以因为五欲让你生死轮违 让你起烦恼 让你造业 让你感召生死 所以那么你了解 你了解苦因如实之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愿离五欲 那因为愿离五欲 你就慢慢慢慢对世间的五欲 你不懒着 所以就五欲 你那个受苦的原因就减少 所以因为愿变得五欲 那一般讲离欲 愿离欲灭尽 写一下好了 这个道的部分 道的部分 有时候会讲这样 阿含经里面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这里讲的 愿离欲灭尽 愿离欲 那这里写的是无欲 那其实就是离欲 灭尽 一个就是所谓的未患离 未患离 那离也是这里 那么愿 就是你要愿离 就离欲 你能够离欲 那这里写的是无欲 那一样 那么这是 未就是贪 贪跟称 未卓 未卓 未卓就是未卓五欲 那未卓五欲 基本上就是烦恼 会起贪 这个可以的境界 可以的无欲 不可欲的无欲 可欲可 可欲可爱可念 就可爱的人事物 不可爱的人事物 可欲可爱的人事物 那无欲 人事物 或者我们叫做无欲境界 这个是 无欲境界 那么可爱的会起什么 可爱的会起贪 不可爱的呢 不可爱的 会起撑 不可爱的会起撑 那你 你知道 你知道贪跟称 这个就是 就是你起贪 起撑 你起贪 是因为你卫着 揽着这个可爱的 你起撑 是因为揽着 你不可爱的 那么所以你起贪 起撑 所以你必得要怎么样 有贪之有贪 有撑 先要绝招 你现在揽着了 你现在揽着了 位着了 你现在位着在无欲了 这个是从阴上讲 如果从线上讲 就是什么 阴是因为你位着无欲 那么从线下 那个是你起贪 跟起撑 你起贪 跟起撑 所以你必得要 有贪之有贪 你要先觉察到 所以他 不法的修行 告诉你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就是有烦恼之有烦恼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你要如死觉知 那么有贪 要知贪的过患 有撑要知吃的过患 那么知道贪的过患 知道撑的过患 你要能够远离贪 远离撑 那么远离贪 远离撑 你就知道要如何远离贪 如何才能远离贪 如何才能远离撑 就讲这个 然后最后就是怎么样 要能够离 要能够离欲 然后要把所有的贪 跟撑都灭进 那么从不同的角度上说 那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是佛法常常在教的 那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 那么变得厌 因厌变得无欲 就是因为那些会带给你痛苦 你再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 那么无欲 因为无欲 那么你就没有烦恼 你不会去造业 你就从中得解脱 那因解脱便知解脱 就有解脱之间 那你真正解脱了 你就知道 哪些让你不能得解脱 哪些让你得解脱 就好像你从这里到那里 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你就知道 哪一条路可以到达 哪一条路不能到达 你是确定的 所以这个叫做解脱便得解 知解脱 就是我们说的解脱之间 那通常我们会讲五分法身 解定会解脱之间 那么合起来看基本上就是讲定讲的详细 或是会讲的详细 这样差别而已 好 那么所以阿难 是为法法相依 法法相应 就是前一法为后一法注意 就是有戒 因持戒变得不悔 因不悔变得欢悦 就这样 前一法为后一法 互相注意 那么其实佛法里面也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包括我们说的八正道 戒定会 这不离开戒定会 这里其实是不离开戒定会 这个都是会的部分 这个都是会的部分 这个就解脱了 这个就解脱了 这个都是会的部分 会的部分 知见的部分 这个是定 这个是戒 那这个是戒 那不悔 从不悔开始 其实这里都是定 心不悔就没有动乱 那么这里都是定 那么这里都是会 没有 这个是解脱 解脱解脱 这个是会 戒定会 那么解脱 解脱之见 解脱之见 这个叫五分法身 这个叫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 那么如果从佛法来讲 其实法法相依 文师修正 也是这样 智慧里面 智慧里面 比如说这个会里面 定也一样 比如说戒也一样 戒有三种 律一戒 律一戒 律共戒 道共 一样 那神文戒 一般讲 戒 律一戒 定共戒 道共戒 这是三个层次的戒 那么 定的话 定的话 那基本上 九住心 九次地定 圣者定 凡夫定 不一样 比如说前面有九住心 那后面 九次地定 最后一个是灭心定 那个是圣者定 那前面的 基本上都是共凡夫的 那么他也一样 一心一心 他互相增上的 那么比如说会的部分 会的部分 我们先讲这里 这里戒里面 律一戒 定共戒 道共戒 律一戒 定共戒 道共戒 道共戒 才是真正的 清戒 会的部分 文师修正 从有落会到无落会 文师修正 一样的 一样是一法一法为音的 文增加师 师又增加文 那么师增加修 修又增加文跟师 那么到最后 这个是有落会 文师修是有落会 那么正 修正就无落会 那从有落到无落 一样 他其实一样 法法相应 师欲留之也一样 清静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谁法行 一样 其实一法一法为音 都一样的 清静善事 听文正法 那么这里就是文师修 就说 如理思维 法水法 法解脱 水法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界定会了 建思维 政见思维 正与正业正面 那一样 那你看 清静善事可以听文正法 那么常常依清静善事 得听文正法 那听文正法又知道如何 清静善事 反正就这样 听文正法之后 如理思维 那你多听 你就多想 那多想 你又能够怎么样 能够更明白正法是什么 因为你听文正法 你就能够如理思维 因为如理思维 你就更精确的明白什么是正法 那一样 然后你能够明白了 知道确定了之后 你知道怎么修行 那因为你知道怎么修行 你的正法 你清静善事 你如理思维又更什么 更精确更稳固 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佛法上来讲 二法也是这样 善法也是这样 都是一法跟一法互相 缘起互相产生影响 你跟这个人越好 这个人对你帮助大 那你就越贴他好 他就帮助你越大 你跟这个人越关系不好 你越因为他起烦 你就更早他麻烦 你就更法好 更造更多的业 反正就这样 互相 那么这里当然是从 这个圣道的部分来讲 其实生死也是这样 无名 我见增长我爱 我爱又巩固我见 你看还不是这样 造业感召生死 生死中又不断造业 获业苦你看也是这样 生死也是这样 那这里是趋向解脱的 比如说我们讲获业苦 因为烦恼造业 因为烦恼造业 因为造业感召生死的苦 因为苦又起烦恼 因为造业又受苦 因为苦又起烦恼 因为烦恼又造业 那有没有可能断 可以 如果不断 我们就不可能得解脱了 那怎么断呢 你看 这里是告诉你 法法相应 法法相依 怎么样得解脱的 那你起烦恼的时候 要不你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 那不起烦恼 当然就不造业了 那后面就没有了 就不起烦恼 那你要不起烦恼 你还必得知道 什么叫做烦恼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都没烦恼 你不知道什么是烦恼 就是你最大的烦恼 你有我见吗 有啊 你有我爱吗 有啊 我见我爱就是烦恼啊 那么所以你不知道 那不起烦恼 或是起了 那我们先说 烦恼是贪跟撑来讲 那么起了烦恼 你不能不起烦恼 你起了烦恼不要造业 不要动发生口造业 造业其实就是 比较轻重在 这个烦恼 比较重在贪撑吃 那么你不要造业 动发生口 动发生口去造什么 生造沙道严 口两舌恶与忘与其语 两舌恶口忘与其语 不要动发生口造业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不动发生口造业 就是什么 是戒啊 他就是戒啊 不要动发生口去造作恶业 烦恼会造恶业吗 那你现在起了烦恼 你控制 你要不动发生口去造作恶业 你必须要控制 控制你自己的身心 很生气 你想骂人 控制出来不骂人 这个就是戒啊 所以戒就是控制烦恼啊 那么所以你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你起了烦恼 你一起烦恼你就对峙烦恼 你一起烦恼有两个 一个你就对峙烦恼 你专心在对峙烦恼 你怎么会去造恶呢 就好像刚才讲的 你垃圾人家丢到你进来 你就专心清除你家的垃圾 你根本联想 这个垃圾等一下拿出去丢 你不会去说 我这想办法去哪里找最大的垃圾 丢到他家 不会想这个 你也不去 你没有时间做这个 你有一个时间就是赶快把你那垃圾清干净 赶快把你内心的烦恼清干净 你做的就是这件事 那么你起了烦恼你就对峙烦恼 那么如果你的烦恼没办法对峙 你没有能力对峙 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对峙 那你必须先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不要去造作恶业 所以戒就是控制烦恼 你可以起撑心 你可以想杀人 但你不能实际去杀人 你可以想骂人 但是你控制住不骂人 这个就是戒啊 所以戒一开始是戒身口 声文戒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是戒身口 叫做止持嘛 你不做你就是持了 好 那么你起了烦恼 你要不你不造业 要不你能够对峙烦恼 当然你就不会去造业 你没有办法对峙烦恼 你要造业 你要控制你不要造业 所以这个就是祸嘛 那你起了烦恼 你会造业 那现在你起了烦恼不造业 那你怎么样不起烦恼 你怎么样起了烦恼不造业 这个就是你要学的 那么造了业之后 你不要一直造业 你第一次忘记了 没有能力 所以你已经会造业了 起烦恼造业 你这里做不到 不起烦恼做不到 起了烦恼不造业 你小时候五公斤提不起烦恼 你也做不到 你这样我很生气 我想骂人 没有骂出来 我会憋死 我会很痛苦 你不知道 那么你起烦恼 造业 不造业你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可是你要知道造业 就会受苦啊 所以你必得要想办法让 因为你一开始做不到 可是不代表你以后做不到 你小时候五公斤提不起来 不代表你一辈子都提不起五公斤 所以你赶快去训练那只手 怎么样可以把它拿起来 所以你就必得要赶快 你起了烦恼不能不造业 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可以不造业 其实这样子的 所以你起了烦恼 因为越是这样 相续就会成熟 他会成熟 成熟才受报 不成熟不受报 这个是受报 受报就会受苦 受苦报 所以第一次做了 那是不知道 第二次做了 是没有能力做到 你不能够让他一直这样相续 所以你一定会把所有的精力 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怎么样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冲动 怎么样不会像以前那样照业 想尽办法 你第一次生病 那你不知道 生了病吗 去看医生 你要吃药 吃错药 你不会一直吃啊 你会换一家医生 换一个药 不然一直苦啊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不要继续照业 因为照业就会受苦 那你说那我已经受苦了 那么你想办法受苦了 不要再起烦了 我已经受苦了 因为我不知道 当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在受业报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不能吃 可是现在知道了 我已经在受业报了 已经在受苦了 怎么办 那么你就要控制 你就要控制 在受苦的时候 不要再起烦了 那你说做不到啊 那一样 那么起了烦恼 不要照业 就这样 那你这样才能断 不然不能断 生死轮回也是这样来的 好 所以我们看哦 那这里 他说 那我们刚才还要讲的就是 文师修正也是这样 那五分法身也是这样 就戒定会解脱 解脱之见 这简单讲就是五分法身 法法相依 法法相应 圣道是因缘相生 而次第正经的 那基本上就是戒定会解脱 解脱之见 那么这个戒定会可以 可以说成八正道 也可以说成这个汽车经里面的 也可以说成和谊经里面的 不过我们说和谊经后面还有一本不诗经 跟和谊经讲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是跟阿难说和谊经是阿难打坐去问佛的 不诗经是佛陀跟阿难去脱坡佛陀跟阿难说的 他说阿难你不要心里想我慈戒要得不悔 那你说前面不是说慈戒变得不悔吗 你不用说我为了得不悔我去慈戒 不要心里面这么想 为什么呢 因为慈戒自然就得不悔 就好像 我说你口渴喝水就可以解渴 可是你不要在喝水的时候 就心里面讲 我等一下要喝这个水会解渴 我要解渴 我要解渴 我要喝水 你不用这么执着 喝水本身就能止渴 那自然而然的 那你不要去执着他 我等一下喝了这边水我就可以解渴 我就可以解除掉这个渴的苦 你不需要去执着这个 为了要解渴 那不断去 不断你就是会执着那个功德 你也不要这样去想 这个是何玉清后面有一个不识经 好 那我们就往底下讲 那么圣道因缘 圣道是因缘相生 缘起就是这样 这叫做持有故彼有 这个是因果事理的法则 其实就是法柱制 而次第增进的 戒增长定 定又让戒更清静 所以有定供戒 然后定增长会 会又让这个戒更清静 所以到供戒 是不是 所以从戒的层次来讲 绿戒定供戒到供戒 那么绿语里面又有别解脱绿语跟什么 根绿语 那根绿语就是在六根上防复的 别解脱绿语是从戒条上防复的 那么根本还在根绿语 因为造业的是六根 所以绿语戒里面 绿语戒里面根本是根绿语 我们搜一下 这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就是戒里面有三个层次 绿语戒跟定供戒 跟盗供戒 那真正的清静是到供戒 你有智慧 你绝对不会去犯戒 那么因为你知道 这个戒里面 那么 你犯了 你做了这个措施 你就会遭受那个苦果 那绿语戒里面 有所谓的别解脱绿语 别解脱绿语就是一个一个的戒条 比如说不杀生 一个一个的戒条 比如说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那么另外有所谓的根绿 那么根绿就是从六根上防复的 比如说眼睛 眼耳 鼻舌胜 因为你所有的恶业 都是从你六根引发去造作的 深口意 从你六根引发去造作 你眼睛看到不好的东西 所以你起承认心 眼睛看到好的东西 你起贪心 那么贪心 欲想会想害想 撑心就有会想 那么会想都有害想 就会有害想 那就会犯戒 你起贪心 这个是欲想 你看到那个东西 比如说你去托盗 那你预想 你要把它变成自己的 那么你有了钱 你就可以怎样 怎样 怎样 那么会想 那么你看到一只老鼠 你一看 不管它有没有吃你家的东西 你就是要想打死它 你就是会想 那预想会想都会有害想 害就是什么 害就是你会去做伤害众生的事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不持戒 杀到盈望 那就是伤害 就预想会想害想 所以你必得要 从你的根上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那么你去断这个贪 这个撑 那你就不会害啊 你有预想之有预想 有会想之有会想 你不会接下来去做犯戒的事 伤害众生的事不会 你就不会这样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是根律 从六本上凡夫 根本上凡夫 那么最后 你有第一 你根本对五欲 黎欲 黎欲清清 你根本对这些五欲的境界 你就不拦走 你根本不会为了五欲 去造作 去犯戒 去造作伤害众生的事 比如说 它对钱根本就不需要 它对美食也不拦走 所以它不会为了吃 去钓鱼 不会为了 为了有钱 去抢钱 这个对它来讲没有用 它不拦走这些 它享受在自己的极境里面 所以它根本不会犯戒 那么这个是定贡戒 因为它离欲了 那么它不是真正的 把欲断戒的 但是它这个状况 它不离欲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道贡戒 有智慧 因为内心清净 那么像佛像圣者像阿罗汉这些都不会 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清戒 道贡戒 所以它一样是有层次的 那么律欲戒能够增长 那么能够让你变成有定贡戒 定贡戒能够增长变成道贡戒 一定会引发费 戒 戒会让你的定心能得不悔 所以戒会让你得定 戒会让你不悔 不悔会翻阅 翻阅会洗 会止 会热 会定 然后定 又引发费 一戒申定 一定发费 一会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 他说 法法相依 法法相因 圣道是因缘相生 而次第增进的 依缘其法的定律 就持有顾比有 持有顾比有的 一定是此无顾比无 依缘而有的 也依缘而灭无 圣道依因缘有 也会缘无而熄灭吗 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杂案经》有辟语 使草木依于岸旁 夫宿惩罚 手足方便 横流 节流横渡 如是四夫 免四毒蛇 四毒蛇就是四大 我们的四大 那么为什么他叫毒蛇呢 因为他无常 四大无常 为确亦患 所以我们很容易 因为这个四大 不挑而受苦 就好像被蛇咬一口一样 这四大地水火风 温度升高 那么水肿 那么身体受伤 那么这个地水火风 四大不挑 我们就会受苦 就会生病 那么所以 这个就是四毒蛇 我们养了四条毒蛇 死不死 出来咬你一口 这个杂案经的屁肥 五拔刀院 五拔刀院就是五运 那么就冤家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受苦 都是这个身心在受苦的吗 就好像 有个冤家拿个刀 随时砍你一刀一样 那你在怎么逃 你总不免要被人家砍一刀 为什么 你身会老病死 所以那六内二贼 二贼就是解夺你的功德 贼会偷你家的功德 那么我们六根对六成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烦恼 所以那一有烦恼 烦恼就叫做贼 烦恼来 烦恼一来 你就造业 你就起烦恼造业 你贪心一来 称心一来 你千贪 你不失的功德就没有了 你不失的心就没有了 你称恨 你称恨 你慈悲的心就没有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贼 把你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 不失心 结掉了 你本来是有不失心的 但后来因为这个人 那么你开始不不失 你本来是有很忍辱心的 后来因为这件事你不再忍了 你本来有这样的殊胜 有这样的功德 有这样的道德 后来因为烦恼不再忍了 所以这个就说六内诊 炎耳鼻舌生意 让你起这个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受种种的苦 那么你会苦是因为 就好像你穷 穷到一无所有 太热你也苦 太人也苦 冬天来也苦 夏天也苦 夏雨你也苦 没有夏雨你也苦 那么都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念下的功德 富得而托雨 这个叫六内二戒 富得而托雨 空春群戒 这个群戒就是 我们说这个六内路处 空春是子 我们这个身其实是一个空春 其实是我的 那么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五运六处 那你身心 你能够脱离 你有身心就代表 你有生死 有生必有死 生死之间必有苦 那你不再有生死 所以到彼岸安稳快乐 就到解脱的彼岸 生死的彼岸 罚者辟八正道 所以你要一八正道 那么得解脱 那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法律经 像金刚经就引这部经 如法律者 法上因者 何况非法 八正道 是从生死此案 到彼岸涅槃 所不可少的方便 那八正道可以简单叫做 可以简单说成什么 戒定慧 那再简单就说成子官 就子官两法 或是戒定慧三五六学 或是八正道 那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广说跟略说的而已 所以如渡河的周法一样 传了 真历二岸经有传法 辟预既著名的法律经 那这里也是 那么人渡生死何到了彼岸 八正道就不再需要 那么所以说善法有可舍 何况非法 那么其实这个跟 这个跟那个不思经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不要去执取 但不代表他没有 因为五分法身是什么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舍利佛入涅槃的时候 那他的弟弟群头吗 群头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沙咪了 不过因为叫习惯了 大家 即使他已经是比丘了 大家还是叫他纯头杀咪 那纯头把他的哥哥的遗骨 火化掉了 有遗骨吗 舍利吧 拿到拿给阿难 然后请阿难交给佛陀 这阿难看到舍利佛的遗骨 哭到不行 那佛陀就跟阿难讲 阿难 舍利佛入了涅槃 因为阿难才证出国而已 阿难应该据说第一年就证出国 然后到佛入面之后 大家说要结局之前 才证阿罗汉 阿难感情特重 然后佛陀就跟阿难讲 阿难 舍利佛虽然入涅槃 但是他的戒定会 那这个八成道就戒定会 戒定会解脱之间也失去了吗 没有 所以五分法身不灭吗 其实这样子 那所以他讲 我们把这一段看完 那下课 那么他所以说 善法有可舍 何况非法 其实这个比较是坐重在你不要去执取 但是一开始你还没解脱 你必得要先有执取这个东西 那么你要一八正道 那其实你真解脱的 你本身就具足 你不需要特别 像前面有讲嘛 要怎么样 要食草木 依于岸盘 浮述陈法 那么就是 你要好好的去修学八正道 可是等你解脱的时候 八正道是你本有的东西 就好像佛已经得解脱了 舍利佛目见的已经得解脱了 但是他有没有戒 有啊 他有没有定 有啊 他的戒是道贡戒 他的定是圣者定 他的会是无漏会 他有失去吗 他也会因缘消失吗 不会 当然不会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哦 所以解脱生死 而入涅槃的生死生不再生起 以政见为先导的圣道也过去了 就是他不要传 但是他已经到彼岸了 但是如果从这里来讲 他的戒定会解脱 解脱之间没有失去哦 没有失去 那么涅槃是 那灭呢 这个是道 那道还有灭呢 苦疾灭道呢 那灭就是涅槃 那灭呢 那这里就引申一个问题 那灭是不是也是缘起的 灭不是缘起的哦 有违法才是缘起哦 无违法不是缘起的哦 灭 有违法缘起的是生灭无常的哦 然后 然后无违法是不生不灭的哦 所以无违法不是缘起的 涅槃不是缘起的 但是你一这样可以成涅槃 所以涅槃是不可以语言思维来表示的 所以要离什么 离文字相 离言语相 离心缘相 我们叫做心形触面 言语道断 就讲这个 不可以以言语思维来表现 那简单讲叫做不可思 不可意 意就是语言 思就是思维 我们简单叫做不可思议 那么或者叫做心形触面 言语道断 或者叫做离心缘相 离言语相 离文字相 这三个气是一样的 所以四尊点到为止 不多做说明 那涅槃不是 涅槃不是缘起的 因为缘起是有因有缘世间起 但是你是依这个因缘 而证得涅槃的 但涅槃 如果涅槃有因有缘世间起 那涅槃也会消失了 不会 证得涅槃不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多说只能引人想路非非 就是想路非非的意思就是 你不会想到对的地方去 那么忽视涅槃的超越性 以涅槃为灰身明治 那是世间心的预测 就是后来布派认为 涅槃就是灰身明治 那其实不是 那个是对涅槃的误会 好 那到底是什么 也不多说 其实佛陀不多说 涅槃是什么 只说涅槃不是什么而已 好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展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